细子善情慈慧堂以及中华只将股份有限公司 在18号的下午分别捐赠了60箱的尿片 17箱的卫生纸给吉安乡公所 由乡长刘淑珍代表接受并且制证了感谢状 而这一批的物资也将会用来帮助乡内17户中低收入户家庭 要来减轻他们的育儿负担 细子善情慈慧堂长期致力社会公益 已经连续6年将善心物资捐赠给吉安乡 弱势族群 今年更是将爱心移住在乡内 具有3岁以下幼童 但为领友设服津贴的中低收入户 提供每位幼童三项尿布并严选尺寸 期盼能给予他们实质帮助 那江长有在说他们这边的小孩子欠尿布 我们回去就募款 让这个心愿可以完成 所以今天我们就彻底赶到吉安来 而中华紫江也共同响应友善育儿 关怀弱势的理念 捐赠弱势家庭一户一箱卫生纸 三千在地企业的社会责任 回馈在地村林乡亲 卫生纸就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民生用品 那也是大家每个人每天都会用到的 所以我们想说公司出发以 送卫生纸来说是最贴切的 而这些来自社会各界的三千物资 在18号下午送往了吉安乡公所 由乡长游淑贞代表接受并致政感谢壮 在过去的生活物资的这样的一个益柱以外 谢谢我们母娘慈悲 善心的单位带来在地需求 任养一年的尿片分量 让我们的孩子健康茁壮 也能够带来身体的舒适 还有生理需求所需 再次感谢所有的善心人士 以及在地的企业共同益助的关怀 与捐助吉安乡公所定会努力的做好 所有社会福利 益助跟直系执行的基层面的工作 来进行努力分工负责 这批物资将会用来帮助 向内17户中低收入家庭 共20位落实幼童 希望能减轻他们的育儿负担 此外吉安乡在今年也加码 生育津贴补助1万元 期盼打造安心生育 友善育儿的环境 共够亲情宜居的幸福吉安 记者许立琴 吉安乡报导